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幻影空第219章 独狼也会坑人 一天后蒋松跑过来 一进门就看到黄高兰坐在床边 边上还坐着一名警察 蒋松愣住了 随后来到了黄高兰的身边坐下 拉着黄高兰道 不管多少年 我等你 你走了 我不去 我会一直守着你 守着你 黄高兰看着蒋松 靠在蒋松 他在肩膀上 感受着蒋松温暖的怀抱 问道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这些年 我人不人鬼不鬼的 你为什么不离婚 你完全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蒋松抱着黄高兰道 傻丫头 你半夜里吓得说梦话 我早就知道了 但是 你是我老婆呀 我没有办法送你去警局 却也对不起死去的宋淑桥 但是我一直渴望有这一天 你能够自己想明白一切 变回原来的你 而不是如同鬼一般的活着 今天 我终于熬到了 黄高兰哭了 原来蒋松一直爱着他 他这一刻心满意足了 这一夜 黄高兰第一次和蒋松 做了新婚之事 随着黄高兰走进警局 蒋松也辞去了工作 回到了家里 每天将房间收拾的 和黄高兰在家的时候 一模一样 黄高兰最终 还是找回了自我 虽然是入了监狱 但是因为是主动自首 自首的无头冤案 全程坦白 并且有悔过的意思 法院判了18年 然而 两个月过后 黄高兰发现他怀孕了 而这些 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此时此刻 方正拿着小锄头 带着一狼 一猴子 一松鼠 来到河边挖野菜呢 随着气候的越来越暖和 这里已经不仅仅 有柳薅芽了 又多了婆婆丁 婆婆丁 学名叫蒲公英 这时候婆婆丁 才从土地里长出来 还没大 没开花 叶子很嫩 这东西啊 一掌就是一片一片的 不过愿意吃他的人不多 因为他很 有了上次柳薅芽的经验 松鼠 独狼 猴子虽然不知道这东西 到底能不能吃 好不好吃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味道肯定是不错的 于是三个家伙 分工合作 独狼继续叼着篮子 松鼠和猴子 则是加入了挖椰菜大军 松鼠主动 薅了那些薅牙 猴子挖婆婆丁 至于方正啊 正坐在树下玩手机呢 偶尔扫一下三个连玩带干活的小家伙 给他们录了一段小视频 分享到朋友圈去 结果只是随手一路 却获得了一连串的赞 方正这时候才发现呢 他的好友似乎越来越多了 第一个回话的是马娟 哇塞 又多了一只猴子 大师 你那一只寺以后 要改名叫动物园好了 方正擦了他鼻头回道 等贫僧实在混不下去了 可以考虑你这个提议 结果于广泽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立刻道 啊不用动物园啊 我这大门随时向这三个小家伙敞开 费用是按照明星的算 于广泽一直关注着方正的三个小动物 他发现方正手里的三只小动物 要不是活生生的亲眼见过 他严重怀疑是动画片制作出来的 太有灵性了 而现在这个时代 拍电影什么最贵呀 特效不敢说是最贵的 但是绝对是让人肉疼 又不得不花钱 因此 华夏关于动物题材的电影很少见 但是眼前的三只小动物 让于广泽看到了希望 如果能拉入他的剧组 于广泽仿佛看到了好莱坞大门 向他敞开了 所以他无时无刻的 不想将这三个小家伙弄过来拍电影 可惜呀 方正不松口 他也没办法 方正想了想笑的 你若是真有本事 让他们三个跟过去 贫僧倒是不反对 这话方正说的的确实足 或许外面的世界有多样化 但是让他们三个小东西离开他 难呐 外面世界有精米吗 外面的世界有无根净水吗 外面的世界 哪个人可以和他们聊天啊 他们留在方正的身边 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 更多的则是 方正一直把他们当人看 而不是当动物看 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 三个小家伙有灵性 自然明白跟什么人才是对的 于广泽文言立刻动心了 这可是你说的呀 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试试 方正黑黑一笑 也没当回事 他不了解拍戏的行情 只当是于广泽随口的一句玩笑话而已 方正这边才聊完 很快评论就开始出现了水军 清城剧组里面的妹子全部出现 七嘴八舌的一顿乱喊啊 方正果断的收了手机 挖野菜去了 忙活了一个小时 弄了两篮子野菜 方正终于带着猴子 独狼松鼠满载而归 回到山上 柳高牙和婆婆丁都是入水了 这是入水把它泡上 然后取出来 拧掉水分放在了一边 弄上一点汁酱 就是酱 简单绿色的菜肴就这么做好了 方正先尝了一口柳高牙 一口的清香 满满的春天的味道 再来一口婆婆丁 方正的表情顿时变得古怪了起来 不过还是咽了下去 趁着三个小东西不在 赶紧喝了一大口的无根净水 然后就装个没事忍死的 拿着两碗青菜出去了 三个小东西趁着方正做饭 也不知道去哪里玩了 方正才把米饭放在桌子上 独狼就闻着味儿先跑了回来 看到方正已经准备开吃了 立刻叼着他的花饭盆 就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 方正给他盛满了 然后笑道 要不要尝尝今天的新菜呀 这可是好东西 去火的 说完 方正就拿了一把小婆婆丁 沾了酱 放到了独狼的碗里 然后道 快点吃啊 等他们回来了 这可就没有这种大口大口吃的夫妻了 独狼闻了闻 有点清香味 剩下的都是酱香 警惕的看了一眼大门口 猴子和松鼠还没回来 感激的看着方正 然后一口就咬了下去 婆婆丁入口 独狼咬了两口 眼珠子顿时就红了 婆婆丁也就是蒲公英的叶子 这叶子属于中药 入口十分苦 非常苦 用水 那这涮掉他也苦 独狼只感觉吃了一大堆苦菜 要不是一脸的白毛遮挡着 估摸着这一下子脸都绿了 看着独狼这样子 方正坏坏的笑了 坑一个成功了 独狼正要吐出去 就听到吱吱的猴子叫声 结果独狼突然忍住了 眯着眼睛 一副很好吃很好吃的样子 眼中都是幸福的泪光 而且还流出来了 猴子一进来 就看到方正和独狼开饭了 独狼碗里还有新采的那个菜叶呢 立刻就急了 怪叫着跑了过来 自己盛饭 然后啊 就直勾勾的盯着婆婆盯碗 方正瞥了一眼猴子道 吃吧 再不吃 那就没了 本集播讲完毕